澳門人上班上學是一件苦測試 一個不故意就搞到自債大到 分分鐘搬不上很多人生大事 好像面試、考試、畢業點那樣 泊車、等車、煞車 高峰期要用多幾多時間才行 身為一個精打細算的大公仔 我們當然要幫你計清楚 我們從電力性、舒適度、時間、價格去比較 在三種角落工具進行測試 就跟著我們的測試員阿聰 一起沖班 今次測試的氣點在優康橋光大廈 終點在王朝健興隆廣場 一起來看看阿聰上班的情況 我們8點15分出發 預計9點前回到公司 看到阿聰已經出發 進行第一次測試了 行車時請問與司機談話 去歌 知不知是沖場的什麼歌 我知道 這首歌我很熟悉的 讓我開鼓給大家聽 1、2、3 去歌 要回望這生 也有你陪陣 不作陌生人 只做你情人 不枉自相 嗯 這首歌真的好聽 那我們繼續看阿聰上班的情況 電單車的好處 是可以見車、過車 很快阿聰就拍好車 去到我們的目的地 見興隆 11分57秒 12分鐘都不用 OK 開始了 緊接著翌日的測試又開始了 阿聰你還沒吃早餐的嗎 其實不停地吃零食 是十分不健康的 我們建議 吃了早餐才上班 啊 杜樹皮真的被他吃光了 好久了 今天天氣真的好 難得好天氣 嘩 阿聰好認真啊 好快啊 這輛車 知道你好的時候 走海邊真的很舒服 差不多分到公司了 讓我看看有沒有加位 電單車 找位就十分順利 不知道私家車又怎樣 嘩 有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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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無意外 走多幾步路 就到目的地見興隆 有位有 看看有多久的車 咦 看來好像 錯過了一班車 原來沒有3A我沒有 嘩 很多人 很糟糕 這麼糟糕 這麼糟糕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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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下一步 好了 為什麼你不上啊 又上不到 看下去先 看吧 看巴士 真是一個慢車 時間又過了10分鐘 3A不通 哎呀 真是感恩 大約等了10分鐘 就有第二部3A了 人比較少 可以上到車 嘩 是不是啊 上到車了 現在13分鐘就可以上到車 Come on 衝 精神點你 麻煩你 精神精神精神 嘩 煞事精神啊 差不多2分 大約用了12分鐘 差不多3個小時 嘩 看到他的錶 已經用了25分 那也就是差不多8點40分 究竟阿聰會不會遲到呢 9點了 還有2個小時 嘩 手手手手手腳腳 不知道哪位市民 突然間才會倒到阿聰 唉 剛才上到車就好了 不用打到現在中分工 即是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不會衝了 覺得阿聰跑得有點慢 可能他剛才在車上還沒吃早餐 跑快點 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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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9點 終於回到中風浪海 46分鐘 好多沒事 我們從便利性、舒適度、時間、價格進行比較 最高有3顆星星 最差比一塊屎 電單車因為出車停車都方便 所以比3顆星星 遇到帶太陽流的情況會比較辛苦 所以比1顆星星 時間是最快3顆星星 有費停車快都比較合理 所以就有2顆星星 汽車如果有停車位都很方便 給2顆星星 旅客公寓又有冷氣 給3顆星星 沒有塞車的情況下 時間都很快 給2顆星星 價錢方面 以做一個右看車位 最少都要2000元 真是來世大寶 給1顆屎曲 現在巴士有部站APP 站也有比較密集 所以有2顆星星 迫巴士的人真的很多 還要是夏天 所以只可有1顆星星 而時間方面 今次真是最差 啟糕屎曲 來回巴士都只不過6個4 一個月都正192元 所以有3顆星星 以上實驗 緊攻叉矛 摸動出人方式 是最好或者最差 怎樣上班 就由你自己去決定